这条靓女的孩子刚出生就死得不能再死 但下一秒她就想到了一个决绝子 原来靓女是偷走了别人家的孩子 而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事 靓女居然用受药喂养孩子十九几年 西施由于早产了那么两三个月 她现在不但双腿弹急还伴随有哮喘了 每天都需要按时服用药物来控制病情恶化 扎破手指测量血液是否正常 就算身体已经如此糟糕了 西施依旧每天保持非常乐观 并且费寝忘食的学习 就是希望可以考进牛头村最屌的学校 可西施考了四次八次的 依旧毛友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其实好多好多学校都录取了西施 她的通知书无一例外被母亲藏了起来 这天西施想找点宵夜吃 却意外从袋子里找到一瓶黄色的药片 药瓶上写着母亲的名字 但到了晚上母亲却拿了药片给西施吃 这让西施非常的疑惑 并询问母亲是不是搞错了 这药瓶上明明写着你的名字呢 而母亲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只是说医生写自己的名字是为了方便拿药 传的工具将母亲收起来的药取了下来 此时药瓶上的名字已经改成她的了 西施对着药瓶研究了老半天 发现标签下面还有一层标签 深夜母亲再次拿药片给西施吃 而这次西施假装吃下随后又吐了出来 等母亲睡觉之后 西施就偷偷打开电脑开始查询 她喵得居然毛有钉点网络 而房间的另一头母亲正注视着 西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并没有放弃 她趁母亲在花园里种菜之时 偷偷打电话去药店询问自己吃的是什么药 没想到对方听出了西施的声音 吓得她叽叽手就挂掉了电话 随后西施又随便拨打了一个电话 担心母亲突然闪现过来 于是她来到窗口边盯着母亲边打电话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 对方经过查询得知是红色药片 可西施手中的药明明是黄色的 为了尽快查找出事情的真相 西施跟母亲说自己想看电影 当电影看到一半之时 西施却谎称肚子里有史在滚 实则她是坐着轮椅闪现到了药店 老村医接过药片瞄了又瞄 居然查出来这事给猪吃了药片 西施听完后心慌到了脚底 继续询问老村医这药吃了有什么副作用 老村医告诉她长期吃可能会导致双腿拉臂 就在这时母亲也闪现了过来 这条好雕店的母亲真的好雕店 居然为女儿吃了十九几年的药 当西施拿着药询问老村医才知道 她喵的这药居然是猪吃的受药 并且长期服用会导致手软脚软的 西施知道后心筋筋肉跳跳的 就在这关键时刻母亲闪现了过来 直接就给西施注射了含笑半肚颠 就这样她很顺脚就昏睡了过去 等西施再次醒来已经是三五天后 母亲吃完宵夜就出去嗨皮了 西施大大力开门门却纹丝不动 原来母亲在门外卡了一根金箍棒 西施看到窗户后想到一个大绝招 她先是狼吞虎咽将宵夜吃完 紧接着嘴里含了一口水 拿上了电烙铁就往窗户爬了出去 很快就闪现到了母亲房间的窗户 西施将滚烫的电烙铁对着玻璃加温 紧接着她将嘴里的水喷了出去 锅里瞬间碎得细巴吊烂的 西施就很顺脚就来到了母亲的门房 看来热胀冷缩的原理被她用得很忧 不久后西施的哮喘发作痛苦不已 好在及时回到自己的门房拿到了药 随后她就准备坐电梯下楼 却发现母亲早已将电源切断 无奈之下西施选择翻滚下去 让人万万毛有想到的是 西施的相当脚居然能动两下下 母亲说她天生残疾果然是谎言 她拼尽全身力气爬上了轮椅 发誓一定要逃离这个恐怖的家 而此时母亲也开着车赶了回来 西施听到汽车的轰铃声急忙躲了起来 仔细一看发现是送快递的嗨老 她挤挤手开着轮椅来到路中间 差点就被车撞得稀巴烂 西施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嗨老 好巧不巧母亲及时闪现过来 告诉嗨老自己的女儿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 表示要带她回去好好休养一番 但嗨老并没有被美色诱惑到 而是坚持要送西施去警察局 就在她准备关车门之时 一直含笑半步颠注射进嗨老体内 下一秒嗨老就很顺脚晕倒在地 这条靓女毫不犹豫滚下了楼梯 全是因为她有一个恶魔般的母亲 逃跑失败的西施再次被抓了回来 这次还用铁链将她牢牢锁住 不远处一顿文件引起了西施的注意 打开来才发现都是她的录取通知书 西施看到这些变得火大火大的 原来母亲一直都在欺骗自己 气愤的西施开始摔东摔西的 突然不远处的文件和引起她的注意 里面居然藏着一张死亡证明书 还有一件新生而被盗走的案件 看到这里西施已经明白了一切 原来母亲的女儿出生不久就抹油了 回过头她却盗走别人家的孩子回家养 而这个孩子就是现在的西施 她得知了真相眼泪流流的 母亲见此知道一切都隐瞒不下去 就开始了她读鸡汤的演讲 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随后母亲又拿起了大针筒 西施惊慌到脚底不断往后退 最后将自己关进了一间房间里 母亲在门口用亲情演讲不断诱惑 看透的西施在里面却无动力中 无奈之下母亲只能破门而入 绝望的西施拿了一瓶毒药就一饮尽 她清楚知道母亲绝对不会看着自己死去 很快西施被送到医院里接受治疗 经过三五个小时的抢救才脱离危险 随后母亲就焦急跟医生说要带女儿出院 却直接遭受到老村医的拒绝 因为自杀的病人必须经过心理评估 但母亲知道必须马上带西施离开 不然自己做的事情肯定会暴露的 此时西施拿着笔准备写下求救信号 医院的警报器突然响个不停的 母亲趁慌乱之际抽出西施的呼吸管 随后就用轮椅推着她急急脚离开 西施想要求救却无法说出一句话 护士回到病房发现西施消失不见 床上留下了写下妈妈的纸条 护士怀疑西施有危险马上报了警 没想到母亲还带着枪过来 警察很快就将她包围住了 激动的母亲举起枪却被警察先击中 很顺脚就摔到了楼梯底下 西施此刻虽然已经获得了自由 但看到母亲这样还是五味杂陈的 时间很快就闪现到一年之后 西施的双腿也恢复得七七八八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西施每天都会到监狱看望母亲 并跟母亲分享自己幸福的生活 还情不自禁一直喊着妈妈 难道西施的心中一点也不恨母亲吗 而下一秒西施就从嘴里吐出几粒药品 原来西施现在是以其人之声还其人之道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